好 赶快来更新 今天我们的中天新闻网 所做出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这两份的民调 真的震撼了全台湾 国民党也领书宣告 认同度超越了民进党 先来看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发布这一份的最新的民调 国民党的支持度 21.9% 现在呢 超越了 黄金交叉 超越了民进党的 20.7% 台湾民意基金会 也发布了民调 显示国民党认同度 是31.6% 超过民进党的 30.5% 也超过去了 这两份的民调呢 其实都显示民意翻转了 而国民党脸书发文宣告 国民党认同度超越民进党 也强调 因为民进党的执政之下 态度的傲慢 防疫的趋势 以及黑金的治国 侧翼的网军 都已经远离了民心 只为了自己党派的政治考量 很多人都非常的失望 所有的民调 他们都会作为 努力前进的一个参考 一定会继续的努力 为台湾民众来拼好日子 好的确 这头蓝营超车了 在野党的支持度 超车了执政党绿营 那来看看的是 绿营的整个支持度呢 天哪 已经出现了民意大选后的 民意的死亡交叉了 代表年轻人 百工百业 通通都布满蔡英文政府了 如果再继续这样的一个 检讨态度 民进党2024 恐怕还会再败 而且败得更惨 败得更难看吗 先来看一下蔡英文 他的支持度 哇这个数字 真的有够难看 雪崩式的下滑 从原本10月到现在12月 一下子从50%几 掉到37.5% 告诉大家 这个数字 创下44个月来的新低点 大家看呢 整个死亡交叉也真的是非常惨 来看蔡英文总统声望的趋势 在大选之后 更下降 整个呢 死亡的交叉 蔡英文算一算流失了 264万人支持啊 不过看起来 即使民望 声望这样子呢 创下44个月来的新低 蔡英文还是一样神隐少女 人间蒸发 不见诞 不召开记者会 不接受媒体的监督 跟民意的执询 来看台湾 民意基金会 董事长游一龙 做这个最新民调的 这个单位呢 来董事长游一龙就分析 蔡英文之前最引以自豪 辣台派 信了很多年轻人 哇抗中保台 20到24岁的支持者 明显落后非常多 辣了一大截 如果他就用一个比喻 他用什么比喻呢 说这是一栋楼 代表楼的地基 也就指年轻人这一块 地基已经流失了 而且流失的好严重 大家都知道 地基流失的 楼不就是歪了吗 歪了再不就就垮了 好来看的是 怎么样对2024 能够有乐观的想象呢 好民进党看起来 真的没有乐观的本钱 显然很明显的 民意你再不看 再不听 再装不懂 百公百业这一次 没站在你蔡英文这边了 乐盈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已经失去了 政治的判断力 好可以看到呢 的确民意背后 就是每一位人民的心声 而且呢教育程度 越好的越高的人 对蔡英文越不满 而根据了最新的民调数字 乐盈20到24岁的支持度 真的不如以往了 好很多的指标 大家都在透过不同的方式 民调来发出人民的心声 但是装睡的人叫不醒 躲在躲起来 不愿意面对人民的人 也叫不出来 好来看一下 吴子佳怎么说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 吴子佳就说 蔡英文政府声望 如果现在已经够惨了啦 已经是44个月来的新低了嘛 好如果要破记录 继续往下雪崩啊 再往下 再掉个7.5% 哇 吴子佳说 没救了 会变成号令 好你总统就算要号令 都不出办公室的惨况啦 因为其实真的 人民都不支持你啦 好只有你身边 那些把 可能把你狗腿 好惨媚的一些官啊 还听 但是这个号令出不了办公室 一出去人民全部都反对吗 好来看的是呢 其实 来自于台湾民意进行会的一个调查 针对了蔡英文总统 也针对了苏院长 苏贞昌啊 在九合一败选之后 这个内阁 格魁大卫 还是坐得满满坐牢牢 赖着不走的苏贞昌呢 也做了一个民调了 好这个民调来看的是 要求内阁总词呼声非常高哦 因为问题是 你对苏内阁 目前整体的施政的表现的 民意的反应 你满意还是不满意 好YT聊天室 所有的谢宝也可以回答 秀秀 当然呢 来看的是根据了 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一个调查 不满意的人 明显高过多于满意的人 已经过半了达到百分之五十二点六 现在大家都说你执政党 弄的这个呢 整个内阁的团队 把台湾的经济啊 军事啊等等呢 情势啊 还有黑金的问题啊 弄的乱糟糟 你是不是要总辞一下 好结果呢 还是也跟这个苏贞昌跟蔡英文一样 也都没听到 也都没听见 装没听见 还是真没听见 不知道 那前北市议员呢 罗志强就说了 遭问格魁的问题 苏贞昌回答说 可以跟我推荐啊 看起来他觉得苏贞昌 绝对不想让出位置了 好格魁怎么会找苏贞昌来推荐呢 民进党就是被他绑架了嘛 哎格魁是 总统蔡英文要去决定 你是你是格魁啊 你可以决定你下一院是谁吗 好 苏魁如果下台的话 新格魁会是成局吗 哎 这也是留个悬念哦 好现在网友都在留言盖了 说民进党在玩大风吹吗 反正你这边没选上 没关系你就来这边做官 好你这边做官 那不行了 你又掉到另外一边做官 好没关系 反正就是掉来掉去 大风吹 搞来搞去都是这群人 都是这群不想检讨 赖着位置 不想走的人吗 好不过呢 来看的是苏贞昌的女儿 立委苏巧慧 他就说 哎 总统很快会跟大家来报告 内阁的人选咯 好这是苏巧慧 他说出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态 当然郭正亮呢 跟沈富雄都有最新的一个分析了 他们认为谁最有可能接格魁呢 刚刚有人说新格魁 有没有可能是成局啊 好不过现在告诉大家 传得最沸沸扬扬的呼声最高的 顾立雄 被大家推测 最有可能会接下一个格魁 那当然顾立雄 他现在是国安会的秘书长 那当然也有人就说了 如果陈明通下台 也是国安局长下台 顾立雄来阻隔的话 来看 有人就认为 这个你看呢 英系的立委罗志正就认为了 他说因为陈明通 他认为是选举破口 英系立委自己都这样子开炮了 他说要思考自己去留的问题 但如果陈明通下台 顾立雄真的阻隔 这是假设 如果假设真的这样的话 国安体系恐怕大班风 大风吹 但是吹来吹去 怎么就这些人呢 九合一大选之后 民进党的惨败 传出马上连时间点都有了 明年的一月中 那个马上要进行改组了 不过呢 来看刚刚有提到 顾立雄被点名 有可能就要取代苏贞昌了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又怎么分析呢 他说顾立雄是藏进人 那他藏进之后呢 他要干嘛 案件杀人写低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顾立雄当金管会主委的时候 金曝中小企业 静若寒惨 大家都常常不敢讲话 不敢说出真的心声啊 因为讲了就完了 就会有事 那罗志强也指出 这一次在小鹰旁边的 绿军大鹅 赵文灿 林志坚嘛 全部因为论文的问题 重见的重见 落马的落了 全部死伤 惨重哀鸿遍野 那顾立雄 长期稳居幕后 躲起来 几乎都没受伤 大众可能忘了 他是谁 先讲顾立雄 顾立雄其实可以跟苏贞昌对比 苏贞昌如果是把扫帚拿成 当成战巴蛇毛在那边捂的 就是大杀四方的话 顾立雄是什么角色 顾立雄就是常进人 专门在丢那个写低子的 案件杀人的这种角色 他当初接金管会 在接金管会的时候 我就遇过几个例子 就要接金管会以后 我告诉你 整个企业界跟那个银行 金融机构 那开始就惊弱寒蝉 顾立雄因为长期都是隐居幕后 隐居幕后的 像这次你看赖青的 为什么民进党到处 所有人都几乎都受伤了 只剩下谁没受伤 没有站在台面就没受伤 躲起来就没受伤 躲越深的受伤越少 所以顾立雄现在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 其实已经大家忘了他了 一般民众对他其实已经忘得差不多 因为他已经变成长期 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长到水底下长生了 大家对他就开始忘了